大家好,我是苏小河 今天要大家吹一吹灾难时代 温娱时代的一些基本的生存方法 当然这些话说的很多了 应该是叫做无私安不成文 我们讲三点 第一个就是当然你要尽量的待在家里 不要出去 这是几乎是一个共识了 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呢 我觉得是你要学会理财 因为人你只要还活着 你就需要钱 你如果在平时你不会理财 你在灾难时代也不会理财的话 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 尤其是中国人 你如果生活在中国的话 中国政府他是没有服你的 这个时候他是不会给你发钱的 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给他的公民发钱 中国政府是在要求你给政府捐钱 所以你想想你如果不会理财的话 那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第三呢就是不管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 事实上都面临一个问题 你怎么养活自己 也就是说你做什么工作 我们都不能出门了 那就只能居家了 哎呀 这个我就想起 就是你只能在家里工作了 居家办公啊 人类因为这样的一场瘟疫啊 完全变成了一个SOHO的时代 在家里上班 所以每个人都要琢磨琢磨 这个事没得完 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过下来 很多学者 很多科学家都在预测 这个事情很长 中国有一个叫张文 什么 姓张的 说要到今年年底都有可能 如果你是一拖一年的话 你如果老是待在家里 那足够吃山口那不得了啊 对吧 所以呢我以后呢 抽点时间 一个一个去讲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怎么创业 我会讲这件事情 然后今天呢 我就讲一个话题 就像我们在家里怎么理财 所以我的标题就是 瘟疫时代 或者是灾难时代 我们应该怎样理财 或者说我们排名一下 到底是持有人民币呢 还是持有美元呢 还是持有黄金呢 或者是在这三项之后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更重要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这一说就是一个货币的问题 因为美元也好 黄金也好 人民币也好 它都是一种货币的表现形式 所以我们要懂一点点 这个货币经济学 货币它是个什么东西 货币它是一个月点俗成的 一个替代物 又货币本身 你又不能吃又不能穿 它是个替代物 而且货币它是个时间碎的 有一个经济学家 叫做这个米塞斯 他就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货币的形成 他就描述了一个图景 就是货币 今天的货币是昨天的购买力 昨天的货币是前天的购买力 你就这么往前推的话 你会推到人类最初有货币的那一个时代 那个时候的货币不是个货币 它只是一个媒介 它是一个替代物 什么东西最重要 什么东西就是货币 比如说我们设想一下 那个时候可能是大米是最重要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 所有人去交换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用大米来换算 所以大米的成为一个货币的媒介 你不知道 也许是根据这个月定俗成 你会是一个贝壳 你也可以可能是一块铜 根据一个时代 我不是说过吗 在182年年的时候 中国的货币的最好的媒介 并不是晚清政府发布的那个铜钱 而是鸦片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做生意 你给对方一坨鸦片 对方会给你一顿茶叶 你给对方一坨鸦片 对方会给你一件衣服 凡此种种吧 所以你知道货币这个东西 它其实随着每个时代的不一样 所以你看大家对月定俗成的 大家对什么最有信心 所以说来说去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所以米塞斯他是特别反对 政府没有节制的超发货币的 尤其是发纸币 因为你知道早期的货币 有可能是北科 有可能是铜钱 后来中国的货币就变成了白银 我们称之白银时代 白银作为货币 后来白银就觉得挺麻烦的 铜钱筑铜币也挺麻烦 就越清越好 后来就有出现了纸币 中国的叫做什么 叫胶子 纸币这个东西 它成本最低 你只要快速运刷 它很快就会成为钱 成为货币 可是纸币就因为成本太低 所以呢 政府呢 由于如果他没良知 乱搞 是个邪恶的政府 像土工一样的 他就会乱引钱 这就取决于政府的信用程度 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消费者 对政府的信心 所以后来就发现 也不能太相信政府 政府如果太坏了 乱引钱怎么办呢 就是经济学有一个共识 就是叫做金本位 就是你这个国家有多少黄金 你的货币的印刷量 就不要超过 你的黄金的储备量就可以了 它就是这样来算的 所以你简单的讲一讲 货币的常识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处在一个灾难时代 这时候你觉得你持有什么好呢 是人民币好呢 你如果觉得持有人命币好 那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你对共产党 对土共这样的一个政府 你充满了信心 那么你就持有人命币吧 否则的话 你就想别的辙 道理非常简单 你对共产党有信心吗 你有 那你持有人命币得了 没人干涉你 如果你对共产党没信心 那什么货币好呢 那你就要比较了 对哪个政府有信心呢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所有的政府加起来 所以民众最有信心的政府 肯定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USA 就是美国 美国政府的美元的背后的政府 它的信心指数是比较高的 它的信用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全世界人赚了钱 都要想买美国的国债 美国的国债是美国的一个债 政府的债务 政府的债务 它是基于它的一个经济的总量 它的基于一个经济发展 一个可能性发布的 这个预期 所以为什么要买美国的国债 它不买中国的国债 是因为美国的政府 它有信心 美国政府的信用度比较好 所以所有人都持有美元 但是问题是 有的人不相信政府怎么办 不相信美国政府怎么办 当然你一直有这样的人 所以有那么一批人 他不相信政府 他会持有什么 他只会持有黄金 所以你看到没有 你在想想你到底持有什么的时候 其实其实你信心指数 你要问自己 你对中国政府有信心吗 如果你说有 那我就持有人民币吧 如果你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 那好 那我持有欧元吧 或者持有美金吧 你说欧元有信心吗 有的人有 欧元还挺贵的 你持有英镑吧 也不错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它不是欧洲 不是欧盟 它也不是英国 它是美国 所以最后你发现最值得信赖的 还是美元 还是美国政府 说来说去就是信心指数问题 然后如果你觉得美金 也不达好的话 你对美国政府也不放心的话 你喝点牙痒痒痒 有的人就讨厌美国 那你得了 那你在一个灾难时代 你理财的方式 就是持有黄金好了 可是黄金它有什么缺点呢 黄金第一个缺点是什么 它是非流动性的 你一坨黄金在那里 它基本能吃也不能穿 而且你要把它变现 你买东西 你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拿出一块金条 去换东西的话 人家没法给你弄 你还得跑到银行里去换美元 或者换别的人民 换别的货币 这很麻烦 也不见得真有人买 因为黄金本身 它没有一个什么 它没有一个可替代性 它只是一个美界而已 那怎么办 而且第二个特点的话 黄金它有可能是假的 尤其是在中国 我告诉你 知道在中国真是什么荒诞的事都出现 你有人在现实银行 在工商银行买的金条 且不说它有后期加工的成分 就本身这个含金量就不到百分之百 也可能加了一些别的金属在里面 你又不知道 有人说中国的金条还可以当锡铁士 还可能锡上磁铁 那说明明有铁呗 有铁有铁元素呗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知道 第三的话黄金它太重了 真的 你保管现在也很麻烦 你在家里怎么保管 你多了一点点 一两个金条 一点金手势 那不算什么 但是你一旦太多了以后 你没办法闹 第四是什么 黄金这个东西 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什么 因为人类社会 它有一个隐蔽的一个文化习惯 这是几千年都有的 就是每个人都喜欢金手势 金耳环金戒指 各种的金器 黄金用黄金 所以有人把自己的宫殿 把自己的房子装在 亮瞎眼 全是用镀金的 这种东西 它有一个装饰的作用 这种东西在什么时候有效呢 就是在你和平时期 你是有效的 因为大家都搞得金币辉煌嘛 对吧 然后你会有一点使用价值 有一点可替代性 但是在灾难时代 这种东西 没人在关心你 是不是有金戒指 是不是我要 我要搞一个什么东西 没有东西 所以黄金相对而言的话 我个人认为 在今天这个时代 你怎么理财呢 你如果真正理解什么叫货币经济学 真正理解什么叫做这个人类的有罪性 你这时候你应该就记住 美元肯定是首选 第一呢是存美元 把所有的资产都换成美元 当然中国内地现在有问题的 就是换不到美元的 而且接下来你换美元的困难会越来越大 但是还是有办法的 想办法吧 你如果你手上有很多人民币 想办法 总归是在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是个关系学的社会 你有钱你还烦不了事情 这不像在美国 那么在美国你当然就是手上要有一些美元 美国美国人不一样 因为你虽然手上没有现金 但是政府他很快给你发现金 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呢 为什么美国人他不存钱呢 因为他对政府有信心 你知道吗 对市场有信心 我说可能这个月我没工作了 我下个月就能找到工作 所以呢美国一般失业 你如果超过三个月是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月根本就没问题 所以美国人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啊 就是货币储存 就是存款吧 看风险的能力 也就是三个月三个月之后 如果你还找不到工作 那你就麻烦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 美国人很少有三个月找不到工作的 因为他们的经济不错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已经是瘟疫时代 很多地方都关门了 经济都停摆了 没钱了 没钱了怎么办 政府给你发钱 所以你觉得这种事情 你中国人你能想到吗 你想不到 所以你有的时候 我们批评美国的福利社会 批评美国的欧美的福利社会 我们骂政府 骂凯茨进去 真的我最近脑子想这个问题 政府在灾难时代 在特殊时期 在经济出现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 政府出面 它有时候发货币 像现在美国政府发2万多亿的货币 它真的不是为了刺激经济 它是为了救老百姓的命 它是为了让每个老百姓有墙花 有饭吃 它跟什么刺激经济 跟什么量好宽松 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我看懂这一点以后 我觉得很羞愧的我们学什么经济学 我们纯粹就是把人当机器 但是这美国的不是美国是把人当人 首先是关注人的生命 其次第二点是关注经济是否增长 所以你看川普他这两天说那句话 他说美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全面衰退了 他作为总统很难过 他希望第一件事情是把瘟疫打下去 然后相信几个月之后 美国的经济就会回来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发钱 他不是为了经济增长 他不是为了保经济 所以我看到中国国内有一批250 在那就说美国要量化宽松了 史上最大的量化宽松 史上最大的超发货币 赶紧买房子买房子赶紧的 你找死 这根本人家一两码事 这就说明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 其实是不大对的 我们中国人因为从小 没有一种生命的训练 没有一种对人的尊重的训练 没有关于人是最高的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训练 简单说就没有圣经训练 圣经是最重视人的生命的 世界里面其中有一条 就是你不肯谋杀人 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中国人没有的 中国人是命如草劫 所以我们的经济学学的真的不怎么样 我们通常都是把 欧美人的价值观 把它的传统扔在一边 然后我们把一些技术的东西 方法的东西拿在手上 所以中国有个成语也蛮蛮好的 叫买毒还猪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本来你去买一个盒子 你是要买盒子里面那颗珍珠 结果我们把个盒子拿到了 把里面的珍珠给扔掉了 然后或者退回去了 这很可笑 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所以我说来说去 我觉得最近又让我长知识了 每个人都在不断的纠错的过程中 我成熟开放式的纠错 就关于经济的管理 经济的增长 其实凯恩斯是有道理的 在特殊时期 他发钱不见得是为了 这个让经济快速增长 他是为了保密 不要让人饿死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像欧美 像尤其上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他不止一次的出现 大面积的经济危机 但是他从来没听到过 谁饿死的 没有饿死人 你要么是病死 要么是镇死 但是很少听到过饿死的 但是我中国这个国家 饿死人的概率极大 我前天天做了一个节目 中国大计划马上就要来 你很多人看 我挺高兴 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收拾最高的一个视频 真的 所以这么一路说回来 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无论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你如果手上有钱 你最好多存着美元 美元有用 美元如果没有的话 你存着黄金 黄金但是很麻烦 美元不如黄金 当然黄金就肯定也不如人民币 黄金比人民币要好点 人民币不如黄金 我说错了 所以你手上只有人民币 你要赶紧换成黄金 有黄金赶紧换成美元 但是说来说去 最管用的还是什么呢 除了这三个货币要素以外 我说了货币 它在一个特定的时期 它是一个替代物 它是一个月定俗成的一个东西 货币本身 它自己有的时候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你说想一下 如果一个货币 它本身就有用 那岂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这个比特币这个东西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炒的 因为比特币这个东西 它背后没有一个信用支撑 谁来信用呢 谁来支撑信用呢 因为到迄今为止 货币这个东西都还是由政府发送的 如果你假设一下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政府 或者是叫做货币的非国家化 这是哈埃克的一本书 讲这个事情 可是它的前提是假定了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信用 可是你想想 也许在美国你可以这样玩 我不知道在中国可不可以这样玩 每个人都有信用吗 你可能在日本可以这样玩 但是人是很贪婪的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新闻说 加拿大有个搞这个比特币的人 这个就走了消逝了 所以比特币这个东西 同时呢 它加上它这个流通范围有限 我是不打支持做的 所以最终说来说去 你还是美元 所以这就是一个在灾难时代理财的一个方法 但是最后我要说的是 除了美元 除了黄金 除了人民币 这三个选项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选项 也就是我经常说的 脑森常谈的一句话 其实这个时候最管用的是你的 日用品 是你的日常消费品 比如粮食 比如盐 比如糖 比如蔬菜 比如水果 这些东西 它更重要 因为你在灾难时代 最重要的是活命 而不是囤积 所以你这个是要把观点改过的 不是想发财 我看有的人说 在这样大灾难时代 又是发财的好机会 这都是有些人 他已经家里仓库堆的满满 然后他又有钱 所以他能这么说 你可别被这些话带着勾里去了 你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 你如果手上也没什么钱 完了以后你这时候想好 你不要去想什么黄金的美元的 人民币的事情 你还是赶紧去买点东西吧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